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条热门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来自中国的好消息 中国工厂活动在连续6个月首次出现扩张 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3月份升值50.8 这标志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正在逐渐从COVID-19限制的影响中恢复 不过房地产行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 分析师们呼吁政策制定者需要进一步的刺激措施 接着我们看看澳大利亚的龙虾渔民 他们正踏水等待中国解除活地出口禁令 自从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关税取消后 渔民们希望他们的产品也能获得同样待遇 尽管目前仍有限制 但澳大利亚的岩石龙虾产业严重依赖中国的需求 这对渔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最后我们来谈谈日本和欧盟的合作新闻 他们宣布计划合作开发先进材料 包括芯片和电动汽车电池 这一合作旨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这被看作是在全球科技领域加强合作的积极步骤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概述文概述 希望大家能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制造业连续6个月首次扩张欲经亚洲 中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在3月份上升至50.8 较2月份的49.1有所增长 标指着该行业在6个月来首次扩张 这一数据超出了市场预期 表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在逐渐从CEOVID-19限制的影响中恢复 然而房地产行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 分析师们认为政策制定者需要实施进一步的刺激措施 以实现政府对2024年增长目标约为5%的预期 尽管最近的积极数据 分析师们警告称 除非经济重新定位于家庭消费和市场资源配置 否则中国面临停滞的风险 岩石龙虾渔民踏水等待中国解除火体出口禁令 澳洲FBC星 西澳大利亚的龙虾渔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取消对他们产品的关税 此前中国宣布将取消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关税 中国在将近4年前对大约200亿澳大利亚出口商品实施了贸易弊位 自那时以来逐渐解除了一些限制 然而对西澳大利亚的岩石龙虾和牛肉贸易的限制仍然存在 虽然自2020年以来没有直接向中国出口货龙虾 但居信该产品仍然通过香港和越南进入中国 澳大利亚的岩石龙虾产业严重依赖中国的需求 这些限制对渔民产生了影响 尽管有禁令澳大利亚仍然可以向中国出口冷冻岩石龙虾 但渔民表示这样更加昂贵 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和人员 该行业仍然希望活龙虾出口禁令能够在不久的将来解除 为什么日元如此疲弱 日近亚洲尽管日本银行BJ于3月19日结束了其福利率政策 但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仍在持续下跌 BJ的支撑货币但未能实现目标 反而引发了对政府干预的压力 上座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三四年来的最低水平 据称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关于美日中间价的调整 也对日元施加了下行压力 由于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支持美元走强 这也导致了日元的贬值 日元贬值对日本的小企业产生了负面影响 其多许多企业由于难以提高价格而难以盈利 台湾人口减少保守的传统观念阻碍 西安南台湾面临人口减少的问题 但同性伴侣和单身女性仍无法获得人工生殖工具的使用权 在台湾 同性伴侣和单身女性被禁止使用体外受精 艾菲亚 挫卵子 冷冻等程序 而代孕完全是非法的 这导致夫妻们花费大量资金去海外寻求生殖技术的帮助 台湾的出生率是世界上最低之一 每年新生婴儿的数量都在下降 据估计 台湾202年的总生育率女性一生中的出生人数仅为0.87 要维持人口稳定而不依赖移民需要达到2.1的出生率 陈青慧是一位生育专家 也是台湾议会中首位当选的人 他正在推动放宽限制 陈的提议包括优先为单身女性 女同性恋夫妇和未婚一性夫妇提供IVF服务 陈认为如果放宽规定台湾的出生率可能会增长20%至30% 中国国务院下月实地督察20省营商环境 为了能让民企和外资拥有更好的营商环境 国务院办公厅昨日公布 4月将到北京 上海 广东等20地开展营商环境实地督察 中国政府网微信公众号昨日公渡的双时间写 中国政府网微信公众号昨日公布 国务院办公厅4月份将对北京 河北 山西 辽宁吉林上海 警速浙江 安徽耸子地区直辖市营商环境形水地督察 文章一列出面向企业的问题 如在办理迁移或注销业务时 有没有遇到被故意拖延等情形 在参与招标投标政府采购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有关地方以不合理条件进行限制等情形 有没有遭遇乱收费 乱罚款 乱摊派 或有关单位和人员吃拿卡要等情形 有没有遇到政务服务不便利 有关单位私自增加办理环节和申请材料情形等 此前官方已多次喊话 强调要为民营企业 外资等建设优良的营商环境 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会见美国商界代表时 再次重申中国的改革不会停顿 开放不会止步 美国考虑允许在委内瑞拉继续进行有限的石油业务 华盛顿邮报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采取新的限制措施 限制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 马杜罗政府的石油销售 同时不增加委内瑞拉移民人数 不提高美国的汽油价格 也不惹到其他拉美国家政府 面临4月中旬的最后期限 决定是否延长去年秋季对委内瑞拉实施的制裁暂停 据说政府正在考虑财政部的一项提议 即实施一项新的制裁制度 允许委内瑞拉继续向国际客户销售缘由 但不以美元竞争或地元冲突的方式进行 但不以美元结算 相反 委内瑞拉将以自己的货币玻利瓦尔支付 通过债务监面支付或以无义务的方式存入其央行 去年美国财政部发布的一般许可证 首次允许全球买家购买委内瑞拉原油 定义美元支付 这是自特朗普的最大压力政策 将其从国际市场上移除以来的首次 在船只翻覆后 八名中国移民的尸体在墨西哥海滩上被发现 《南华早报》在墨西哥南部的一座海滩上 发现了八名中国移民的尸体 这座由墨西哥人凑得船只翻沉 这座由墨西哥人操作的船只 于周四离开了恰帕斯州的塔帕丘拉 这些尸体于周五在瓦哈卡州被发现 这是一条经常被试图到达美国的人使用的路线 另一名移民在这次事件中幸存下来 移民人数的增加 已经使墨西哥的移民设施和庇护所不堪重负 政府受到了美国方面加大打击非法移民的压力 在荷兰咖啡馆的人质事件已武装嫌疑人被逮捕 此人获释而告终 南华早报在荷兰中部城镇 埃德发生了一起劫持人质事件 四名人质被释放 一名嫌疑人被拘留 这起事件发生在一家年轻人长区的夜店 涉及一名持刀的困惑男子 最初的报道称该男子威胁要使用爆炸物 但后来当局证实他的背包中没有爆炸物 目前正在调查此事件的动机 目前没有理由怀疑恐怖主义动机 嫌疑人为警方所熟知 并且之前有过威胁行为的前科 罕见的联合国对人工智能的共识 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但更多的合作是关键 南华早报评论板 联合国大会一致支持了 美国主导的人工智能而爱决议 这项决议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 120多国家的共同赞助 是首个旨在增强了爱的好处并限制风险的决议 该决议强调了在爱技术发展过程中 保护人权和遵守国际法的必要性 他还强调了缩小全球数字鸿沟 和确保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得了爱的重要性 虽然该决议没有法律约束力 但被视为在爱方面加强全球合作的积极步骤 日本和欧盟将共同开发用于芯片和电动汽车的尖端材料 至今亚洲日本和欧盟宣布计划合作开发先进材料 此举旨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中国的丧失进行 此举旨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中国在该领域是主导者 并利用彼此的专长 欧盟将寻求从日本在金属纳米颗粒方面的工作中受益 以提高太阳能电池板的效率 而日本则对欧盟在大离子电池方面的进展感兴趣 这位视为电动汽车的传统电池的潜在低成本替代品 欧盟已要求合作 并希望双方能共同制定先进材料的国际标准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0一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